因为我们执行 我不可能一次一个月一个月这样执行 所以我先连续做 我先教你们一件事情好了 现在这一个档案 因为刚刚做过另存成CSV 所以他就跑成CSV这个档案 所以麻烦请各位现在先做一件事 档案然后另存 另存成不是CSV 是刚刚这一个 这一个档案 取代它 取代它 这个档案我就不要去动它好了 这个就是聚集档 我等一下我是要去 拿别的档案来去套用 这一个聚集 因为这个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个聚集档案 它就已经写好了 它是你去 等于说你的程式码 是放在这个档案里 可是你要做资料标准处理 需要使用的程式 它是另外去抓这一个档案 所以这两个档案是分开来才对 所以这个档案 就请你先另存成 另存成就是原本的Cupfile underline1006.xlsm 因为我现在我要讲的 才是真正的重点 你要知道资料标准 是什么 然后聚集档案又在什么地方 这是两个不同档案 你之间你在一个 等于是说应用的程序不要弄错 那请问我要转的资料 是不是在这个人口Clean 人口数Clean里面 我们先把110年已经做好的1月 不管你做好几个月 通通先把它删掉好不好 删掉 可以吗 重新再把这一个档案叫出来 重新再把110年的档案叫出来 所以他是不是又变成是这个样子了 第一个档案呢 是我的聚集档XLSM 你只要记住这是聚集 我写程式的地方 那另外 另外这边会有一堆我要去做 标准化处理的 像例如说110年 109年 108年 好以此类推 然后他们要做什么事 拆分 拆分 那怎么拆 我们是透过他来去拆 所以你先搞清楚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要拆两个档案就对了 所以你现在你要先清楚 这是我的聚集档案 我只会动里面的程式 那这个地方是我要把它拆分 这里面有12张工作表 好了 我就先写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先打开了这个110这个档案 我们先做1到10个月的连续拆分 好吧 可是我是希望你感受到他的那个错误 所以我们先教你先写连续这件事 因为连续观念不是很困难 好我现在呢就要写那个连续 连续 所以怎么写连续呢 其实我现在已经在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我要一口气从1月 就是01执行到10 01、02、03、04一直到10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要去写程式了 直接用开发人员聚集 去编辑它 那你要知道 请问这个是档案名称 这个档案不是现在我资料标准处理的档案 是我的聚集程式档案 好里面就只有唯一的一个聚集 然后我进行编辑 请注意哦 我这个地方必须要启动了 因为我现在不管怎么样 我是不是一定第一个动作就是12 12月12工作表 跳到01工作表对不对 所以这个动作是要启动的 没问题哦 好 然后接下来 我跳到这边之后 我是不是就希望 我就希望它从这个地方开始执行 执行重复性动作 对不对 是不是就开始先清除标题格式 然后再来删除第一列第二列 然后再来把那个栏位名称修改好 再来就是删除第二列的空记录 再来就是存CSV 然后删除对吧 是不是只有从02开始到08 这边我是要循环再做 对不对 好 所以我的复回圈要写在 循环的回圈要从这边开始写 怎么写呢 对不起 他前面 前面这边已经写到几了 写到9 好09 这叫做连续执行 那连续执行呢 我们当然就是用复回圈来去写 复 例如说 我用一个i 等于1到 因为现在先写到10就好了 先让我们感受一下那种 就是复回圈 好 然后呢 每次做几个 请问一下 这个单字 每次都会有人询问 为什么用step step就是接批 每次是不是走一格 可不可以一次走两格 那就step2 那可不可以下拓 就是往下走 可以 那就是复 看你要复1还是复2 可以吗 所以他就用了这一个step step 那通常我们就是一次做一个 请问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应该 应该 因为每一套软体都是这样子写 只要你要重复做 几乎都是这样子写 好那我要做1到10次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然后呢 然后记住 因为 因为程式的开始是for开始 对不对 然后结束呢 不是end for 不是end 然后for 它是 nexpi 为什么呢 因为 它第一次1执行完毕之后 它是不是step1 所以它要去执行2 可以吗 所以它就变成 只有这个函数不是用 end for 其他都是 知道吗 例如说你写if 那if的开始一定是 这边就写一个if 那if的结束 这边就是写一个end 控义格if 这样听得懂 只有这一个 它是next i 有听懂哦 好 然后我就关掉了 我现在是不是在12 对不对 随便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反正就是我现在要一口气做 110年1月 到10月 好所以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执行 做完了 有听懂吗 结果当然去验证一下 结果就是在这个clean 有没有看到1到10月就都在这边 那你会说 那真的里面有资料吗 有看到吗 它不是0k 它是2k 因为里面资料真的不多 我 我 我 谢谢观看